12月份的电视剧市场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好剧渣堆播出 杨幂主演的胡珠夫人 迄今为止累计播放量已突破26亿 连续24天夺得收视日观 可见杨幂的热度丝毫不减 扛剧能力不是盖的 杨子的女心理师播出后就获得极高的关注度 口碑也是稳扎稳打的一路上涨 真是姊妹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而后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就好像一颗炸弹 刚上线就引爆影视圈 热度感超女心理师位居榜首 精美的制作更是让观众感叹片方的土豪行为 除了开播剧以外 赵丽颖主演的悬疑剧《谁是凶手》也官宣定当 该剧从拍摄开始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仅仅只是一个预告片就已经让观众沸腾了 眼下又有新剧传出好消息 网传 赵露丝主演的后浪将于12月底开机 该剧不仅是S级制作 男主更是身背173亿票房的大咖 实力不简单 单看演员阵容热剧无疑了 后浪这部剧讲的是医学生孙头头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医学教授任新征 觉得孙头头是个可塑之才 收集为弟子加入中医传承班 而后孙头头认识了教师的儿子任天真 二人在打打闹闹中一起成长 最终踏上追寻梦想的道路 这部剧不仅是S级大制作 更是由药客传媒出品 要知道药客可是出了多部口碑佳作的大公司 这样看来后浪这部剧在质量上是有所保障了 细数这些年药客出品的电视剧 无论是热度还是口碑都是数一数二的 去年孙力主演的安家就出自药客传媒 该剧自播出后热度一路高涨 累计播放量突破70亿元 更是提名白玉兰奖 孙力又一次用精湛的演技收获大批粉丝 陆寒 吴磊主演穿越火线同样是药客的作品 该剧豆瓣评分高达7.9分 播放量达到10亿 陆寒也凭借此剧摘掉了演技不行的帽子 抗议大剧在一起 是药客的又一口碑佳作 豆瓣评分8.5分 更是集合了多位大咖 抗哭了无数观众 而今年热播的反腐大剧突围也有药客的功劳 该剧播出期间累计获得19次收视日观 剧情的桥段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可见热度有多强悍 多部口碑佳作足以证明药客传媒的实力 而后浪这部剧有药客传媒把关 质量肯定是没跑了 同时后浪这部剧的编剧66更是大有来头 现象级大爆款剧《倭居》就是出自它的笔下 该剧在播出期间直接引起网友讨论高潮 《倭居》一词也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 而且先述《少年派》以及上面提到的《安家》 都是66的作品 每一部都是筷子人口的佳作 这次的后浪除了有大公司作证外 还有金牌编剧兜底 真的很有可能会一浪更比一浪强再创辉煌 可以说是近几年发展势头最猛的小花之一 自从《我的皇帝陛下后》 赵露丝就好像一路开挂了 基本上每一部作品都是爆款剧 尤其是传闻中的陈千千 不仅豆瓣评分7.4分 累计播放量更是突破26亿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演技却一点也不见青涩 她饰演的陈千千 活泼又可爱 五官灵动 萌戏长相非常讨喜 撒娇的时候更是恰到好处 甜而不腻 灵气十足 而后浪中的男主刘浩然 无论是演技还是热度 都是圈内炙手可热的存在 最好的我们 唐探系列电影《狼牙榜2》 每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佳作 年纪轻轻就已经身背173亿票房 未来更是势不可挡 除此之外 《后浪》这部剧配角的来头 更是一个比一个大 在突围中饰演林满江的黄志中 双圈大满贯 是后蒋文丽以及青春有你第三季的 练习生罗易舟等都参演了《后浪》这部剧 上到老戏谷下到流量小鲜肉 这部剧可以说是集合了爆款剧的所有特质 总而言之 《后浪》这部剧有大公司的S级大制作和 经验丰富的编剧加持 再加上赵洛斯 刘浩然两位热度极高的 实力派小花 小生和黄志中蒋文丽两位老戏谷 无论是从质量上看还是从热度上看 这部剧都已经赢了 眼下后浪已经有最新的好消息传出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和观众见面了 你期待吗